Effect 第一个音节落在E这个地方 念成E F-F-E-C-T 这个一个音节 念成Fact 中音落在第二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Effect Effect 那Effect它的词类呢 它是属于一个名词 可以当作可数 也可以当作不可数 我们中文翻成效果 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result that something brings about The result Result就知道它是一种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呢 That 这边一个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Result That something brings about 某件事情某个事物呢 它所带来的brings about 它所产生的bring about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叫做Effect 那Effect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 它呢可以当作所谓的那个效果之外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也蛮常见的意思 我们中文呢还可以翻成所谓的影响 那当作影响的时候呢 有一个同一字呢 我们就可以顺便记一下 那个字呢就念成 Influ Influence 它的名词也是 所谓的影响的意思 好那讲到这个Effect呢 又不得不让你想到另外一个动词 那个动词呢就是 Effect 这个动词它是个基务动词 那它就是当作影响了 OK 一个念成Effect 另外一个念成Effect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Long hours of watching TV Has a bad effect on eyes Long hours就是所谓的长时间的 很长的小时 就是好几个小时 看电视看了好几个小时 这一件事情 Has a bad effect on 那我们看一下 把它当成一个片语记起来 Have a bad effect on 对什么事情有不好的影响 那当然了眼睛 看电视看久了 对眼睛一定是不好的 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The medicine will take effect in 20 minutes The medicine 这个药呢 will take effect 很棒的一个片语 同学顺便记一下 take effect 会拿到 会所谓的产生 effect效果 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起作用 这个药呢 将会呢 起作用 在多久之内呢 在20分钟之内 will take effect OK 好那effect这个词呢 最后面的ending呢 再帮同学呢补充 另外它的另外一个 也蛮常见的词类 就是它的形容词 我们念成 effective effective 那effective呢 我们中文呢 翻成有效的 所以呢 这几个字 跟片语呢 都蛮不错的 同学呢 可以呢 花点时间呢 把它记记 effect 名词 效果 影响 effect 影响 音乐 音乐